根据76人记者凯尔乌伯克报道 来自球队方面的消息源证实 詹姆斯·哈登会在本周末抵达费城 这也意味着哈登将缺席球队最近两场比赛 周末抵达费城后 哈登将接受76人团队的评估 他之前在蓝网因为腿筋紧张 缺席了最近三场比赛 目前雷霆常规赛40场13胜27负的战绩 暂列西部倒数第二 场均100分 10分107分 上一场比赛 球队以118比122不敌其才 遭遇5连败 做客栏往时 雷霆会努力在客场制造冷门 亚历山大本赛季场均22.2分领跑全队 他是球队最具威胁的进攻点 波尔特和吉地本赛季场均得分上双 他们也应该在进攻端发挥自己的作用 76人队目前以54场比赛 32胜22负排名东部第5 西蒙斯和76人之间的闹剧终于结束了 76人队用西蒙斯科库里德拉蒙德和一些选秀选秀权 以及篮网达成了交易 得到了哈登和米尔萨普 这笔交易最终能否让双方满意 还需要一场博弈测试 虽然76人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三场 但这并不重要 得到哈登之后 76人的整体实力和球队士气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哈登基本上不会打这场对阵雷霆的比赛 但这并不重要 即使没有哈登76人的整体实力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两队过去三次交手 最终结果是76人赢了 这支雷霆队没有资本和76人竞争 况且这场比赛还是在76人的主场打 我们有理由相信76人会轻松拿下这场比赛 这可以算是给哈登的一份见面礼